開始的轉速 從焦的時候是78轉 叫Standard Depray 是初文的 從1948年以後 Columbia發展矽紋唱片 RP唱片 有335轉 也有45轉的 成為EP AES在1948年成立 美國商品工業協會也在1948年成立 它有一個RIAA的曲線 是在1950年制定 所以從1950年以後 整個配角唱片 的規格就確立了 所以從那個以後 開始就發展唱片 那50年代是我們台灣發展 560年代 在1960年 台灣因為 已經開始有很多的唱片工廠 就那時候成立的唱片 工業同業工會 是在1960年成立的 那因為聲音 跟品質的問題 我們在70年代引進這個科版機 80年代白金 就做了這個錄音室 那一步一步啊 錄音的前頭開始在做 那每一種這種媒體啊 黑膠的媒體 進入到CD媒體 每一種媒體保存的媒體 大概會流行40年左右 那前面的10年是發展期 最後的10年是新的出來的交叉期 新的發展的交叉期 所以CD 這個是在1982年 Sony跟菲利普他們所共同開發出來 所以80年代開始CD已經開始出現了 到90年代換句話來講 黑膠唱片在90年代就已經終止了 沒有在做了 那黑膠唱片作為記錄這種聲音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這個所謂的RA 我這裡做一個解釋 RA就是因為高頻 高頻聲量不夠 它刻板以後 它假如是很細膩的 很細膩的紋路 它唱真在讀啊 讀不太大 所以必須要把它加大到20dB 大概以1K為中心點 那Shelf往底下一直到20Hz這個地方降了20dB 然後從1K以上一直到20kHz 會增加高音會增加20dB 所以這個是一個科板以前要先做的 然後你們以後在放唱片的時候 你們的preamplifier會有一個 IAA的decode回來 溫度濕度對於這個很重要 對於黑膠唱片的保存非常重要 這個就好像海岸線 我們海岸線有女王頭啦 有什麼假如風化都不保護的時候 它慢慢就會產生一些雕刻會脫落了 會產生一些雜訊 所以日光曝曬保存還有人為 不要去刮傷啊 種種 這非常的重要 那 雜音的來源 有可能有靜電的來源 那有這個 各種像灰塵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侵蝕 有些會唱片醃漏水 颱風天來唱片醃漏 醃漏水就麻煩了 那 吸地醃漏水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吸地醃漏水的時候 它只要用清水洗一洗它又可以堵了 但黑膠唱片不行 所以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機械性的雕刻 德國人在發明所有的東西啊 它全部要用機械的東西 來原理來思想 我要把一個抽象的東西 都是用機械來做 所以這個雕刻的這個東西 確實是一個 值得去保存 但是它常常會有一些 在保存上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那雜音 現在有很多的方法 像我們在座也有幾位 對於黑膠唱片 他曾經說過 可以用那個超音波 把那個雜質 上面附著的雜質去掉 用靜電的東西把它去掉 甚至於用面膜 女孩子在用的面膜 貼上去除了一層以後 等它乾了以後 撕下來 把那個灰色